对着镜头微笑 黑色T恤上写着 不自由无宁死 看起来很有自己个性 他就是台大颇酸案的张姓嫌犯 个性低调的他 脸书上只有一张自己照片 还试图隐藏起来 朋友亏说人帅怕人看 他却自嘲说长得不帅 怕吓到人 看起来对自己没什么自信 这儿子走不出情关 竟然自问结束年轻生命 甚至伤害无辜他人 他的哥哥和爸爸赶到殡仪馆 面对记者追问不乏一语 甚至跳上栏杆逃离现场 就是不敢面对 而嫌犯行凶似乎早有预兆 前几天在脸书上po出 陈奕迅的失恋歌曲《黑泽民》 歌子灰暗充满死亡字眼 似乎想暗示些什么 但其实这首歌最后结尾 做了转折暗喻珍奇生命 没想到却发生憾事 前犯除了在脸书上透露情深念头 到台大找谢姓台大声谈判前 其实遭拒谋 藏姓同学 这个持刀追赶 谢姓同学 然后持刀 自惨身亡 警方调查 前犯包包早有准备 里头装着两个玻璃品 装强酸 疑似意图毁容 还预藏水果刀 想致人于死 甚至携带电极棒 想控制行动 似乎是想预谋 玉石俱焚 在学校的 他的在学情况的一切 并没有一切正常 并没有特殊的情况 前半六月刚从台科大硕士毕业 却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 疑似走不出情观 想不开走上绝路 还连带伤害其他人 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让双方家属内心 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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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